就这些富豪故事 他们很多富豪之所以成富 尤其是硅谷早期的创业者 他们最初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发财的 他就是在自己车库在garage 弄些烧些东西弄些东西 他们是真喜欢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这个东西能改变 发财是个后来的事情 但是 他也得雇佣很多人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一开始不是 一开始就两三个人在这么搞 而且是无偿的做 当然这个也没什么神秘的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有本事 造福千千万万人 那理论上讲 你没钱天理都不容 对吧 你造福了千千万万人 千千万万人就会给你有回报 对吧 你不想要都不行 我问过一个人 他是打理那种私人 就是私人财富的 他接触都是最有钱的一个人 我就问他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种人都是哪几种人 是怎么样的人能够发那么大的财 他说有三种人 一种像你说的乔布斯那种 真的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这种企业家 要么就是继承遗产 还有一种人就是高级打工仔 可能是在 就在麦肯锡 或者在什么公司 他做得很高 那么我问他 我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吗 什么人能赚那么大钱 他说三种人都一样 就是幸运 Lucky 对 我很同意 他说有多少人努力了 多少人像乔布斯 他说到最后就是Luck Pure luck 当然你也要努力 你努力了还要有运气 当然咱们中国人的老话 小富有贱 不是很贱的贱 结贱的贱 大富有天 八个字讲好 可是我们别忘了 乔布斯 死前的感慨是什么 我花太多时间工作了 对 我非常后悔 我应该把 最主要的经历 时间 精神 放在跟家人相处 放在开发自己的 各种的性灵的感悟 所以我们说乔布斯 这个那个发财 什么做大师 到最后他是后悔的 对 而且所有的这些讨论 我们前面的聊天讨论 都忘记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很重要的 剥削 所以你996 作为一个制度 基本上这个核心 在于说剥削 假如是这种制度 你不能剥削 你可以让人家你选择 要不要8118的 这个拉个无所谓 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996 因为中间就牵歇到剥削 剥削有什么不好呢 剥削就让一个完整的人 没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基本上他的生命 这是为了工作 而且不是自己的工作 是别人的工作 异化嘛 对 人家的工具化 那个所说的人的理想状态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早上钓鱼 下午喝个小酒 晚上打个牌 再晚上上坑陪陪老婆 你们家住坑不是炕 不是 所以刚说的 我觉得说无所谓 你喜欢工作几个钟头 你的问题是 你不能强迫老子 996 对我接着你这个说 我觉得问题还是没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 我们假如这么讲 不应该强迫任何人 去给你怎么工作 对吧 愿意不愿意996 应该是个人选择的权利 个人选择的自由 这个理由很刚 但是我现在发现 这个社会复杂 就表现在人类最深刻的问题 表现在哪 表现在我在初次去巴黎 你刚才讲的巴黎 我有两个经历 就是我觉得 这不仅仅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你看我在巴黎 买那个牛仔裤 还有我平生真有不给老板挣钱的 五点钟关门 你知道吗 我拿了一条牛仔裤 我都得试一下 我试完了 我走到柜台的时候 他那个闹钟 五点整 就收银台 我拿着信用卡收银台 对不起 法语我也听不懂 关门 这就不卖给你 可丁可卯 五点钟下班 说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这是一个印象 二个印象是什么呢 我们在巴黎街上 看见一场游行 开头这个翻译就说 说这是那个法国那个巴黎那个工人 就是抗议加班 就是抗议加班 后来呢 他又看了一下那个标语 跟我说 把我听懵了 他说还不是 他们呢 不是抗议让他们加班 他们是抗议老板 让那些愿意加班的人加班 对 明白吗 就是说 我可以自由选择 可是这种自由选择 成面积的自由选择 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 那些个愿意加班的 他就挣得多 我就被淘汰了 就有压力 所以你看 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差别 那这事怎么办呢 咱俩同样在一公司工作 对吧 老板说咱都 像文道似的 休息休息 大家休息好 大家休息好 他也是说说而已 对对对 那最后这个 晚上11点还在干 那梁老板能怎么想啊 对啊 你一绩效 干得好 干得好 这矛盾怎么解决 我想再讲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种剥削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严重 它还不只是说 使得你 比如说有异化问题 晚上不能够上坑 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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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普通话讲不好 上抗没睡 我跟你讲 东北 然后呢 还不只是这样 而是什么呢 有个更根本的问题 人的劳动力 所有上班的人 都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是不是 给老板 然后挣的这份薪水 或者奖金 劳动力这个东西 不是无限供应的 人不是机器 劳动力是需要再生产的 就我的劳动力 也是要再生产 劳动力怎么样再生产呢 比如说我要有充足的睡眠 我要吃东西 我要休息 我要维持 跟家人的健康关系 我有我的业余爱好 让我这个人呢 才能够源源不绝地 生产出充沛的劳动力 OK 现在996这种东西的问题 在哪呢 就在于它剥削掉你 生产你自己 劳动力的时间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就老板要你 卖劳动力给他 那员工只好卖了 但是员工卖 至于员工也要想办法 恢复自己的劳动力 他连这个东西 都把你拿掉 那么这样长久下去呢 这个员工的 这个劳动生产的 这个机制就会被破坏 就说我干久了 如果996久了之后啊 比如说干个五年 十年 比如说国内有一家 数一数二的全国人 现在非常尊敬的大企业 就很有名嘛 就他一些高层员工 就干了几年下来 真的是干到肾也不行了 身体也不行了 为什么现在是肾不行 肾为先天之水 然后呢 各种病都有了 这很有名的一个事 后来写书都写过出来 跑去跟这个现在 人尽皆知的大老板 说请辞 我没办法了 然后我老婆 也不愿来这个地方 她在另一个城市 我们这样下去 我家也没了 我身体也没了 这个老板怎么回答呢 你这样的老婆 要她干什么 所以你有没有理想 有没有愿景 你这个小小的身体问题 帅得了什么 所以就变成了 人家家庭生活 所以这就变成 还不止 就是说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员工最终增垮掉了 或者说因为他劳动力 在生产跟不上 那他劳动表现就不会好 绩效也不会好 这时候你知道什么结果 炒掉他 换一个年轻力壮的 生产力还足够的人 这才叫做 是最大的问题 这种剥削 就是说你一个员工 被你压榨了几年之后 他的这个劳动力 在生产可能就恢复不过来 恢复不过来的时候 对老板来讲的办法 就把它弄掉换一批 其实你刚才说 对这个劳动力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创造力 因为人是需要有充足睡眠 充足休息 对吧 他自己才有创造力 但如果我们现在觉得 这个老板可能需要的 不是他完全的创造力 那个部分 是你按照我说的 这个东西来做 是一个蛮机械性的 重复的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 要真的回到 我们刚才说 不要这个996 他需要我们真的要把 回到我们原始的好的 人之为人的状态吧 我觉得基本回不去 因为你看那个大楼里面 我觉得除非你把电都关了 你除非大楼 你说以后我们几点之后断电 那就没这事了 你在 就你比如说像在芬兰那种国家 他们有的企业就可以做到说 我员工回家六点钟 全家断WiFi 你全家断WiFi 你才有家庭生活呀 其实这个996不光是对 你这个员工 其实对他的下一代 也很大印象 当然 他的下一代也是你的 这个老板的下一代 要生活的这个世界 可是对于基本家来说 他最大的道德责任 就是把钱赚最多 对 利益最大化 那里面有一个东西 除了在先前说的剥削 就是价值观 你这个整个群体 你的value 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所以回到文涛说 你说在欧洲巴黎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是两个方法 一个最基本就是立法 欧洲有些城市 不一定是大城市 小城市 甚至一个社区 它有一个规条 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法律 是说在什么时候 跟什么时候开店 你要继续营业 是要罚还的 是要缴额外的税的 用这些法规 来增加你剥削员工的 甚至你剥削自己都不行 我开个华人在那边 开个洗衣店 我喜欢礼拜天营业 你们不营业 你的事 我营业 那不行的 或者说它行 你付额外的税 那你就会选择休息 不然我开了 没有用 我赚的钱不够 那另外一个 除了法规 还有经济运作上面 给你增加你 开OT的成本以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 那种价值观 你的融入感 这是那个羞耻 整个群体 整个小区看不起你 看不起你那只家人 你这个店 我们礼拜天都去上教堂 都去BBQ BBQ 去烤肉 你在开着这个店 我们根本不跟你玩 所以你看 得形成社会共识 就要消除这个差别 就是全社会 从老板到员工 都有一个较为一致的 就是这事丢人 对吧 那才能解决 所以法国经济不好 那话说回来 这个有时候 也可以跟公司制度 是相关的 你比如说 我们常常说 华尔街 也是个如狼似虎的地方 那些交易员 通宵也是很正常 可是你看 很多的大的投行 有些国际投行 他们是公司 很明确规定 至少比如说 平常996 或者11 71就也就算了 但他们会有 明确的规定 当你在休假的时候 我见过很多投行 很多包括四大会计 四行都是这样 你在休假的时候 公司不准跟你发邮件 公司任何人不准发邮件 你打邮件回来 他们也不理 就是你放假 是纯放假 所以为什么 他们会很慎重的 比如说你跟那些人打交道 他们一定会告诉你 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就要放假 他这个不是只是客气 说你找我有困难怎么样 而是真的就告诉你 那段时间 我什么都不接 但是问题是现在 这个是说你公司是做得到的 哪怕是美国已经算很 劳动力很高 很勤快的一个地方 他都能做到 但是很奇怪 就像嘉辉刚才说的 你说在欧洲 我真的就见过那种例子太多 在尤其南欧 太平洋 北岸那些地方 一些游客们去度假的城市 你知道那些欧洲城市 就像你刚才讲 巴黎那个情况 其实他们像什么呢 我感觉其实像八十年代的中国 你回想八十年代中国也是那样的 我那时候作为香港人 我到内地印象最深的就是 五点多六点多 这个百货公司 那个友谊商店 或者什么商城 你到底是想的吧 全部人欢呼 你本来也是要买东西 他就不理你了 胜利大逃亡了 大逃亡的那个阶段 然后呢 后来呢 现在才变成这样 然后我们说到南欧那些地方的华人 移民家庭 我真的见过这种例子 整个城市什么店都不开 星期天 人家的规定就是这样 人家社会规则就这样 就他开店 他开店 你说他要交罚款 或者交多点税 他照交 为什么呢 他觉得赚的回来 怎么赚呢 他本来是开洗衣店 我星期天的时候 我不只是洗衣店 我还是个杂货店 我啥生意都做了 星期天就只有我开门 那任何人来 而且是游客 而且现在是华人游客多吗 不是中国人多吗 都去帮衬 所以他赚的更多 最后呢 有些地方闹得很矛盾的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看到大家网上的反应是什么 你知道吗 大家反应的是 为什么 不是说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 加班赚钱 而是去问 为什么那些欧洲人这么懒惰 为什么这么懒 所以我也听很多欧洲人跟我讲过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贪 没有 我真的有问题 谢谢你